看着许氏深夜集团总裁许中正全家欢乐团聚 重温一段跨越太平洋的亚裔奋斗史 不只庆祝能在美国创立起一家超过5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 且夫人许胜美还是一位慈善家 并且都是亚裔传统美德勤奋刻苦乐观上进的积极倡导者 不到一年我们就搬家了 就从我工作的地方搬到产地去了 当时我大儿子刚刚生出来 这样的决心下去 我认为那个东西是好东西 帮忙我妈妈很大 我愿意把这个东西提供到华人的社区里面 尤其当时跟中国都没有来往 70年代 7071年 中国的79年才跟美国跟中国建立关系的 所以我当时想说将来是有前途的 是有市场的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给人类 给人民 给华人 尤其华人相信这种 因为中药人生是两三千年的实用历史 所以我说好 下定决心 站立在一片绿油油的花旗生田中 徐中正回忆自己出生于台湾 与注册护士徐胜美 上世纪70年代毅然决定 漂洋过海到美国 且面临文化差异 语言障碍等挑战 都没有退缩 而是迎难而上 并在1974年注册起全美第一家 华人自营的花旗生公司 且一路经营50多年都坚持地道守法 要将培育全美最优质的花旗生 当成众生职业 韩国在36度 38度中间中 北韩是38到39度中的 所以不一样 北京是38度 你要是注意的 烟台是36度左右 35 36度 所以不一样 所以地道不同 那中药材就是要讲地道 它有的特殊性 它的药性也不同的 这个在中药里面 现在中国已经在强调 所有的药材要入药 它有一个指定的地方 你说田气应该是在哪里 文山啊什么地方 这个是地道的药材 且回顾白首起家50年 徐中正分享自己的成功 不只是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 和踏实的诚信风格 且面对无数的艰辛和挫折 反而会更积极的总结经验 不断进取 最终让许氏深夜集团 从一家小公司 发展成为年收入超过 7000万美元的跨国企业 一个人有毅力 而且对一件事情有执着 而且相信这个东西是有益的 有利的 但是很困难 有这种决定的话 还会继续下去 我一生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 人总是会有灾难有失败 但是这两次灾难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个大雪跟现在还在进行的 疫情跟贸易战 让我们这个行业受到很大很大的创击 已经很多人不中了 因为你资不抵债 你投资下去的回不来 谁做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且根据美国商会统计 全美经营超过50年的公司 只有约50万家 比重只占所有企业的不到2% 如此低的数字 其中又是华人经营的公司 更是趋值可数 我已经布局到 有分公司1995年在南京 香港差不多2001年就有了 香港有分公司 然后中国南京有分公司 是1995年开始的 所以也发展大陆的市场 香港国际贸易的市场 台湾也设立了分公司 然后在美国有洛杉矶 如今山 纽约 当时好像休斯顿也已经出来了 再加上加拿大多伦多跟吴国华 也是200年到2002年 2005年中间都已经设立了 而一路相互扶持的夫人许胜美 则回忆创业初期 是最艰辛的时光 不只白天要在家一边带小孩 一边处理许事人生业务 且晚上还要去医院上班 每天只能睡五个小时 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地下室的时候开始 真的是我们当时没有一个办公的地方 就是在地下室的地方 白天的时候他工作嘛 然后我也是 我有时间我就帮他工作 然后我也一边在医院里面当护士 但是我不是当全four time的 所以我差不多一个星期 大概是两三个晚上 或至少三四个晚上 然后白天的时候 我就跟着孩子 孩子在睡的时候 那时候孩子大概只有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还是两个 所以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在睡 他们在睡的时候我就跟着去睡 然后晚上他五六点 他开始可以看孩子的时候 我就交给他 然后我自己再睡一阵子 然后到十点我就要准备去上班了 所以就变成是这样子 早期的就是这样平衡的工作 正因为有幸福的家庭 来为许中正发展事业 奠定下坚实基础 更重要的是 两人还将亚裔勤劳 善良坚韧的精神 传承给了下一代 长子许恩伟 2018年正式接手公司 成为许氏生业集团新任总裁 不只对华人第二代移民来说 是少有的选择 且真金不怕火炼 更是带领公司全体上下 一同度过新冠疫情的难关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生意的时候 银行还讲说 你这个货能不能卖得掉 卖不掉 我以前给你50%的credit 让你借钱了 让你用钱了 现在我不给了 现在inventory是零 你inventory零怎么办 我地里面的东西 很值钱的东西 都已经老早不算了 你借钱的那个 那个asset的那个value valuation 我们地里面的东西都不算了 那个不像千万也好几百万啊 没有 没有这样 你inventory将近一千万 也已经零 你怎么做转 是靠它 老实讲 这个疫情跟那个贸易战四年 没有它来做这些计划 来这些执行 然后来控制这些 那个cashflow的事情 cashflow是king 大家都知道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你没有cashflow 就没有不辣 就死了 就是它 还好 感谢上帝 他真的回来来帮忙我 不然这一次的疫情 没有他都 我是过不了这个关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三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之后 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许胜美 还结合企业的信念 与身为护士的爱心 华丽转身成为一位 义工与慈善家 因为是参加这些社团 然后你要mingle在这个社团当中 你就要做出一些抉择 你就要讲一些话 所以你开始可以说一些话 我觉得这些都是互相之间都有得到帮助 所以我认为说我应该也要站出来做一些事情 对这个不但是只有我们的事业 很多事情如果能够间接地帮忙的话 我也能够出来在这个社团套博药 这样子也能够帮助 因为我们的社团两个社团都是对社会公益的事业做得很成功 所以我如果帮忙的话 对这个社团对这个社会的贡献 尤其是华人的社会的话都很有贡献的 领航企业五十年 美国许事深夜的成功 不只代表了在美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五十年来提供了近百万的就业机会 并为社区带来数亿美元税收 且随着不断开发出的新产品与服务 不只让消费者的生活更美好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 也成为了威州当地社区 与整个美国华人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时疫情的时候老师跟你讲 生意少了东西很多 我认为花旗生可以帮忙疫情的 刚好秀金山的中国医药联会的话 他们那个刘会长打电话给我说 我们来搞一个这个公益的社会活动 他怎么讲 他说我们药材都有 再加上花旗生 对于那个疫情会好的 我说好 我们马上把东西寄给他 他就添进去 然后做出来 发给第一线的人 其实不也免费 你要多少几天的费 那个东西都给你 当时有不少人用这个东西 许师夫妇半世纪的移民故事 不只是亚裔移民奋斗时的一个缩影 他们的事迹更激励着无数亚裔后辈 努力拼搏与追寻自己的梦想 让我们向许师夫妇致敬 也感谢所有为亚裔社区发展 做出贡献的人群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